何能留言终结者担任创办人兼之刑长黄世修 今天下午为何养律公投送件 却遭重选会拒绝 他在现场绝食抗议 并在脸书发表公开信 痛批现在的重选会 不但是法律审查机关 还是新闻审查机构 即将主办年底全国选举的单位 竟然已经成为集权政府的英权 贴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是以何养律公投领闲人黄世修 从此刻起,我在重选会前绝食静坐抗议 9月12日下午 重选会电话同意我们再次送件 13日中午 我们在门口受到大批警力包围 重选会突然变挂举收 我们拿出白纸黑字的公民投票法 公民投票法施行细则 行政程序法 指出重选会公然违法 官员不断跳针回避问题 并坚持拒收 重选会官员在媒体镜头前更指称 陈英前诸委没有宣称9月6日是最后期限 要我们去问记者为何报道假新闻 现在的重选会不但是法律审查机关还是新闻审查机构 即将主办年底全国选举的单位竟然已经成为集权政府的英权 今天我们一行人只是十来个无党无派的年轻人 肩膀上背负住几十万份信任和责任 坚持民主法治 我们曾经听说 重选会可能会耍小手段 一个月之后偷偷在数字上动手脚 搓掉这个公投绑大选 我们来到这里 受到残酷的对待 不幸印证我们的最遭猜想 我坐在这里绝食抗议 不是为了自己 甚至不是为了一和养绿公投 而是无法容忍对民主法治的侵犯 无法容忍少数威权催下一代的未来 黄世秋原本就是半死之人 赖命一条 不足为息 我会每小时开一次直播 讲一个故事或八卦 第一个故事就是 民主圣人已死 连异雄做不到的事 我来替他做 我们呼吁 今日下午五点之前 请重选会陈朝建副主委出面依法收件 维护自己的以生情欲 不要屈服于陈英前主委的淫威 看到这个讯息的人 请到徐州路重选会正门口来 带注意本书来 坐下阅读 不要为难辛苦的警察弟兄 他们也是被迫执勤 让我们示范真正的公民运动 守护台湾尽存的民主法治 最后 请转告我妈 喊儿不孝 没有照顾好自己 但我有不得不做的理由 对不起 黄世秋 2018年9月13日黄世修轰重选会成集权政府英权 绝食抗议送建遭拒收 图取自皇室修炼书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